俄乌冲突进展到第一百九十七天,有一个重要的消息传来,比战场之内还受关注。 欧盟内部爆发了一次超大规模的抗议活动,在捷克的布拉格约有七万人走向街头。 抗议捷克和欧盟以及北约战道同一立场支持乌克兰,而是高喊捷克优先的口号。 这个口号听上去有些耳熟啊。 在俄乌冲突爆发后,捷克支持乌克兰力度比较大,相比法国和德国的口汇而不识。 捷克提供了主战坦克、装甲车和榴弹炮等大量装备,可以说是下了血本。 这些支出无疑最终还是由捷克民众买单。 加上欧盟制裁俄罗斯能源,虽然捷克获得了石油豁免,但是价格上涨依然让捷克民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 于是捷克人不买账了,他们指责政府关心乌克兰比关注本国公民都多,要求解除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。 欧盟内部已经不止一次有成员国爆发抗议活动了,这次不是第一次,也不会是最后一次。 捷克人这次表现得也非常现实,因为夏天能熬过去,毕竟对天然气使用不多,但是到了冬天。 除非愿意承受更高的成本,否则欧盟内部的问题会越来越多,矛盾会越来越大。 虽然捷克当局表示,这些示威者是亲俄派,但是这个规模已经不是一句亲俄派能够推卸掉的。 欧盟因为支持乌克兰导致的问题非常之多,而最先把能源当作武器的也是欧盟,而不是俄罗斯。 因为北溪二号在俄乌冲突前铺设完成,美国是一天到晚宣传北溪二号对于欧盟的危害,认为俄罗斯可以通过北溪二号对欧盟施加外交压力,左右欧盟的外交立场。 欧盟似乎也相信了这一点,不但暂停了认证审核,而且还宣布会在未来摆脱对俄罗斯的天然气依赖,而鄙视的俄罗斯从未在能源领域表态要制裁欧盟。 就目前全球能源形势看,显然是卖方市场而不是买方市场,欧盟非要宣兵夺主,也导致了俄罗斯在天然气输送上的态度。 既然欧盟不仁,休怪俄罗斯不义,北溪一号管道随之而来的各种维修,例行大检查等等,让欧盟越来越被动。 这个时候的欧盟已经不叫嚣,要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了,而是指责俄罗斯故意降低天然气输送量,而俄罗斯是这么说的。 导致天然气输送波动的根本原因,是因为西方的制裁。 俄罗斯说这话的确有证据,加拿大修的乌轮机的确没有按时交付。 在如此背景下,西方到底能不能挺过2022年? 第一,现在的欧盟是完全跟着美国的立场走裁,和俄罗斯站到了对立面。 从俄乌冲突开始时,法国和德国的态度看,法德两国并不想与俄罗斯为敌。 但是因为美国的压力,以及立陶宛、波兰这些国家的推波助澜,欧盟完全和俄罗斯对着干了。 当欧盟和俄罗斯站到对立面的时候,美国更加积极地推动了这样一个概念。 必须要制裁俄罗斯能源,才能让普京感到痛。 紧接着德国就表态,制裁俄罗斯是为了让俄罗斯撤军,不会让俄罗斯在乌克兰取胜。 话说的是好听,欧盟连续七轮制裁也没见俄罗斯倒下,倒是欧盟危机四伏。 从匈牙利表态不制裁俄罗斯,到制裁俄罗斯时有欧盟四国要求豁免。 这种矛盾是现实的也是欧盟无奈的。 如果因为内部能源问题越来越严重,可能更多欧盟成员国都不想跟风了。 第二,随着秋冬季节的到来,欧洲能源价格尤其是天然气肯定会迎来一波暴涨。 如果涨到五千欧,到时候欧洲人会怎么做拭目以待。 而随着天然气价格的上涨,欧洲人可不是仅仅面对能源账单的压力,物价可能也要上涨。 到时候欧盟内部会不会增加税收还是一回事,届时欧盟拿什么支持乌克兰不好说,就算是内部问题都不好解决。 但是欧盟并非没有办法,只要解除对俄罗斯能源制裁,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。 那美国会同意吗? 美国不太可能。 因为美国也是石油大国,天然气大国,美国相对于欧盟而言可以实现能源独立。 这一点欧盟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。 第三,现在的俄乌冲突战场上,俄罗斯占据很大的优势,而且俄罗斯现在玩起了守株待兔的游戏,就等着乌军反攻,乌军一旦潜出,就会被俄军发现成箭制被消灭。 禁止乌军的反攻遭遇惨重损失,就是这个原因,因为俄军主动出击,很难发现藏匿的乌军,但是乌军要主动出击,就会被围歼。 欧盟不可能熟视无睹,在支持乌克兰却又知道乌克兰不能取胜的背景下,欧盟的角色只是消耗方,因为乌克兰胜了欧盟也得不到杀,乌克兰输了那岂不是太尴尬? 最重要的问题是欧盟这么好下去,能把俄罗斯怎样? 第一,欧盟低估了俄罗斯的应急能力,欧盟就算不和俄罗斯做生意,也只是让俄罗斯赚的钱少了点,不至于活不下去,毕竟俄罗斯是能源出口型经济,而能源又是不可或缺的国际产品,多少都能够卖出去点,而欧盟放弃俄罗斯的低价能源,则等于主动给自己涨价,这不是天真是什么? 第二,就在欧美完全孤立俄罗斯的这几个月,俄罗斯不仅打下来,鲁干斯克还拿下了扎波罗热,赫尔松和亚素海重要的港口成是玛利乌波,而在南部方向,俄军也有能力封锁乌克兰所有港口,普京这是打了一手好牌,不但要在战场上耗下去,还要在经济上消耗西方, 因为乌克兰现在缺的不仅仅是武器装备的支援,也需要经济上的支援,现在看着俄乌双方还在胶着,实际上乌克兰内部经济的压力,已经快达到承受上限了,一旦乌克兰内部崩盘,西方还能怎么样? 第三,欧盟本身对支持乌克兰就保守,至少欧盟的两大国法国和德国是这样,既然有这样的出使态度,欧盟就不可能在武器支援上下血本,从目前看,德法也没有给乌克兰多少军事武器装备,乌克兰的重心装备还是多依靠美国的援助,不得不说,西方人有些事后真的很天真,最近欧洲各国正在研究出台对俄罗斯的第八轮制裁, 就是要对来自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进行限价,应当说这就是在羞辱俄罗斯,如果俄罗斯接受欧洲的限价,这和接受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有什么区别? 我之前多次撰文表示,现在欧洲的形势,让人有一种错觉,似乎是俄罗斯和美国联手,共同从欧洲身上割肉吃,9月2日美国财政部宣布, G7财长依旧限制俄罗斯石油价格达成协议,冯德莱恩也在德国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,他坚信是时候对俄罗斯天然气设定价格上限了, 给人的感觉似乎美国是在为欧洲国家着想,因为一旦限制了俄罗斯的能源价格,欧洲国家的通胀也会降低了, 但是让人啼笑皆非的是,美国能管的是不管,却偏要管不能管的是,目前从美国开往欧洲的天然气LND货轮,一次就能赚到上亿元,这简直和抢劫差不多,美国既然关心欧洲,为什么不对自己献假,而非要对俄罗斯献假呢? 因此美国就是一个极度虚伪的小人,拜登一边挑起俄乌冲突,又一边逼迫欧洲制裁俄罗斯的能源, 然而这却为美国控制欧洲的能源安全提供了机会,同时也让美国从欧洲赚取了巨额利润,为美国经济又补了一次性,而且这可能还只是一点小钱, 目前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已经跌到了意义下,这样一来,由于美元大幅升值, 就让美国从欧洲进口的大量货物,成本迅速下降,客观尚未美国的通胀降温,所以说美国人正在喝欧洲的血,一点都不过分, 许多所谓的专家认为,这说明欧洲的政客太蠢,事实上欧洲的政客并不是笨蛋,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拜登玩弄的这套把戏, 我比较赞同这样的观点,尽管欧洲有四十多个国家,但是基本上都已经被国际大资本控制了, 对这些大资本来说,他们是没有国家的,利益是他们唯一的目标,因此现在的高通胀,是符合这些大资本家利益的,能让他们获得更高的利润, 从这个角度看,被控制的不仅是欧洲,美国也一样被控制,成为了国际资本巨头的怒仆, 我们去养止然后就在梦蒂本巨头上跑,我们去养止了一 Rica 才是中心的大资本的一样,